哈喽大家好,我是大兽亮哥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场传统武术经验的对决 是由黑帆的詹丁浩对整白帆陈浩泽的比赛 这个詹丁浩身高1米75,体重62公斤 詹丁浩是一位永生拳的洗脸招 詹丁浩洗舞已经有5个年头了 而这个陈浩泽来头非常不简单 别看陈浩泽年龄并不大 但是他洗舞已经长达15个年头了 后来败在八级拳大师白军山的门下 正是成为了八级拳的第九代传勒 陈浩泽成获了全国武术冠军等等 陈浩泽的身高会比赛丁浩矮了近10里面 这对于陈浩泽来说就是影响不大的过程 这样的对决会有怎样的结果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欣赏精彩的画面 赛前赛丁浩和陈浩泽分别在现场为大伙展示了 他们的传统武术套路 一看这样的架势就知道二者的功夫并不一般 比赛哥之后双方马上技能相互试探 往后赛丁浩先是以永冲拳先发指了 紧接着二者长斗抱在一起后 陈浩泽就抓住机会将张天浩抱摔倒地 倒地后张天浩马上又出了一记断头台的把位 不过很快就被陈浩泽成物挣脱了 接下来双方马上进行了激烈的地面长斗 回到张天浩对决后 陈浩泽马上以87拳的连击暴打张天浩 往后双方马上进行了激烈的对拼 紧接着陈浩泽敞到张天浩以永冲拳的春拳中击了面波 但这个并没有结束 只见张天浩再次抓住机会 以永冲拳的春拳再次中击陈浩泽 不过陈浩泽也不是一个省用的灯 马上以高扫外加低扫还颜色 比赛才开始仅35秒 张天浩就抓住机会将陈浩泽打出了擂台 接下来在面对陈浩泽的收门反击 张天浩似乎并不畏惧 直接上去以鸡腿摔将陈浩泽爆摔倒地 而后陈浩泽被张天浩以鸡腿摔又再次摔出了擂台 双方大展了一个回合 最终张天浩以绝对又是赢下了比赛 全场比赛下来张天浩爆发 将陈浩泽两次打出擂台 虽然本场比赛陈浩泽输了 但是毕竟二者存在较大的身高差 这对于陈浩泽本身来说就是不利的 不过本场比赛 二者都将传统无数的拳华套路 引一等零零竞争 虽然比赛会有数据 但是从实战能力不难看出 二者都是极具实力的无无高手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 看见领域谁是 有我大手想办 我们下期再会